国国呼吁已把双方立即停火 尽一切的努力确保平民安全 外交部昨晚在文告中透露 没有接到新加坡人受影响的报告 当局强烈劝请在以色列的新加坡人 留在受保护区域附近 避免不必要的出行 外交部也建议国人避免到以色列南部旅游 并建议前往以色列的新加坡人到外交部网站注册